各位朋友大家好啊 上一期视频这个充电器的各项参数 大家都看到了 充电速度是非常快的啊 而且文波的话最高也就120毫伏 确实像网友说的那样 这个充电器非常的牛 我们这一期视频就是把这个充电器拆解开 让大家看一下这个乐丽之美 充电器内部的用料的情况 我们话不多说 拆解它 我们仔细看一下这个做工啊 焊接的非常的老实 这边也是一样的 都焊接的非常的牢 然后我们从这里把它切开 切的差不多了 我们就直接可以打开这个盖子 这个也是用两根连接线的方式 把这个折叠插头连接到主板上面 我们要把这个主板把它拿出来 直接就可以把主板拿出来 这就是这一个充电器内部的样子 这一面有散热硅枝贴在上面 这一面也有散热硅枝贴在上面 撕掉这个散热硅枝 我们先把高压电容把它放一下电 还是有电的啊 刚才灯闪了一下 这一片硅枝我们也把它拿下来 我们大概看一下这个主板 这里是220伏的输入端 这一边是这个充电器的融合输出端 然后这里是次级的小板 变压器电解电容三颗 初级部分 次级部分 它设计的时候就把初级电路和次级电路 都设计的分离开的 通过一个光偶进行连接 我们现在就是把这些胶都清理下来 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主板 然后我把这上面的东西全部都拆下来 再给大家介绍一下这罐充电器 这个充电器拆下来它有三块小板 这一个输入端小板 这个是次级小板 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款充电器 这个是折叠插头的部分 两个螺丝 用一个塑料盖板把插头压住 这是两个连接插头的黄片 黄片部分为吸磁的金属材料 插头部分为不吸磁的铜质材料 这是输入端方块型慢恢复保险石 规格是3.15A 耐压254V 来自成立于2003年 聚焦中高端电子电力电路保护元件的公司 东莞市贝特电子科技 私印5D-7 一颗黑色的抑制浪有电流的热病电阻 防止我们插插头的时候 浪有电流损坏充电器 这一颗是绿鼠220V交流电 内部杂波的一个共模电感 内部的磁心为绿色 用气胞线和绝缘线进行扰制 这一颗黄色的安硅X2电容 它的规格是0.068V法 耐压275V 来自深圳天太电器 这家公司隶属于台湾天太电机工业 1991年在深圳成立的一家专业生产 高压薄膜电容的厂家 私印FM-B40M 这是一颗快恢复整流桥 正面还有一颗 单颗作为半桥使用 两颗构成一个完整的整流桥 从而降低桥堆产生的温度 两颗整流桥的规格都是 4A耐压1000V厂家未知 三颗高压滤波电解电容 规格是33V法 耐压400V 来自深圳市创意性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于2018年 这家公司没有官网 三颗电容的总容量是99V法 另外还有一颗绿色的小的电解电容 规格是4.7V法 耐压100V 厂家也是创意性科技 这一颗为主控芯片的供电电容 这一颗为工制插膜电感 外部有热收管套柱进行保护 内部有工制磁心 用七包线的铜丝进行扰制 电流经过整流滤波 就进入这一颗主控芯片 这一颗芯片的适应型号是 DK065GF 来自成立于2009年 主要从事电源管理芯片 LED驱动芯片等等 电子产品芯片 研发生产和销售的公司 安徽省东科半导体 这是一颗内部集成了 650V淡化加开关管的 准斜阵反机式开关电源功率芯片 芯片极大的简化了 反机式AC-DC转换器的设计和制造 尤其需要高转化率和高功率密度的产品 采用谷底开通以降低开关损耗 类至高低压输入功率补偿电路 芯片待机功耗低于50毫瓦 具备完善的各种保护功能 适应为RS2M的贴片式二级管 用于充电器的RCD 尖锋吸收电路 这个就是这个充电器的变压器 拿到手上沉淀淀的 这边为初级的输入端 这边是次级的电流输出端 用于输出抗干扰的蓝色的安硅Y电容 一共用了两颗并年使用 提升安硅等级 这个厂家的话咱们没有查到信息 负责调节反馈电压的光电偶合器 它的4E型号是OR1009 来自成立于1998年 专业从事光电偶合器 及其发射接收芯片研发 生产销售的企业 深圳市奥伦德元器件 这一部分为这个充电器的次级输出端 这边有一个大的芯片 两颗输出滤波固态电容 这是融合的插口 背部还有一颗同步整流 这一颗就是这个充电器的同步整流芯片 一样的是来自安徽东科半导体 4E型号100R10SL 这是一颗类自100V 10毫欧功率NMOS开关管的 同步整流器芯片 具有超低VF 超低温身 可工作于CCM DCM和QR模式 具备自供电技术 无需外围供电 集成智能检测系统 无需前端同步信号 可以直接替换消德机2G管 这一颗芯片跟规格书的型号 属于同一个产品系列 只是封装方式不一样 规格书上为SM-10的封装 这一颗为TO252封装 输出滤波的固态电容两颗 一样的是来自深圳市创意性科技 两颗的规格分别是680V法 220V法 那样的话都是25V 这一颗芯片就是这个充电器 最关键的一个地方 这一颗芯片是被打磨掉了的 这上面的丝印全部没有了 这是一个单片机的芯片 它可以识别这么多的协议 就全靠它了 这个是厂家的商业机密 咱们也没有什么可以介绍的 输出VBUS开关管 一样的没有查到厂家的信息 这边还有R2005为电流取样电阻 充电器的融合端口 就是一块PCB上面 分别焊上Type-C的连接器 和USB-A口的连接器 内部的蛇变都是为橙色 做工的话还算是可以的 充电器壳底内部 没有看到有PC主燃材料的标识 前盖壳底上面 也没有看到有PC主燃材料的标识 咱们影片最后会进行燃烧测试 这一个热地自美出品的单画家超快速充电器 充电速度的话 确实跟各品牌的原装充电器是差不多的 甚至更快 充电的元器件用料的话 一般东科的单画家方案还是可以的 输出交流纹波最高120毫伏 温度控制很优秀 这个价格的话80块钱左右 确实相对于各品牌的大功率 原装充电器要便宜很多 性价比的话是非常不错的 只是这个融合插口确实不怎么样 我反正不喜欢这样的插口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们 一键三连走起 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更新的动力 谢谢大家 咱们下一期视频再见